马可福音一章四十到四十二节 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 向他跪下说 你若肯,必难叫我洁净了 耶稣动了此心 就伸手摸他 说,我肯,你洁净了吧 大麻风及时离开他 他就洁净了 麻风病带来了病人各个层面的痛苦 身体、精神、社会和宗教 罪给人的伤害远远超过麻风病带给人的伤害 在当时,麻风病是人类无法治愈的 然而,这个麻风病人深信耶稣可以洁净他 他没有妄自尊大 也没有怀疑耶稣的能力 谦卑地恳求耶稣医治他 耶稣动了此心 也就是说,耶稣怜悯麻风病人的遭遇 他摸了不可摸的麻风病人 治愈了无法治愈的疾病 病人从身、心、灵全面得到修复 作为这人,当我们接受耶稣的那一刻 就得到了完全的医治 我们不单拥有了他赐给我们的永生 更有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每日引领我们按照主的旨意而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